东森新人王全美第二场的市场会 在北加州选出了四位入围 还有两位候补 虽然有许多的选手 他们都因为紧张或失常 没有办法入围 不过这评审们就鼓励大家 他们说舞台经验固然是很重要 不过先了解自己 找到适合的歌路 才能够在新人王之路走得更长更远 看新人王北加州市场会 台上选手力拼好成绩 而台下加油团更不时掌声鼓励 短短30秒的清唱比赛过程 让人好紧张 而到了最后 如果听不到清脆的铃声 就表示被淘汰出局 真的好可惜 索性评审们都会给出许多宝贵的建议 让被淘汰的选手们重新鼓起勇气 要挑战网路市场会 是个很好的经验 因为我还是要练习舞台 舞台经验 还是会在YouTube上面 放我自己的video 看你们还能不能再有自己会这样子 看北加州这么多位选手 前扑后继勇敢上台追逐明星梦 评审们感动之余 也不忘提醒大家 上台前一定要先把歌练好 做足最充分的准备 才能一路过关斩将 站上新人王的舞台 否则可是要被毒蛇评审 批得体无完肤了 也许有些人根本不适合我这一行 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比赛的方式 能让每一个年轻的朋友 知道自己人生的一种特色 所以identity自我认同 东森新人王第三场市场会 将于6月16号在城县南海岸购物中心举行 而6月23号在洛杉矶东森美洲台棚内 以及6月30号在纽约法拉盛购物中心 还有两次的现场市场会 观众想拿上千美元奖金 和两年汽车租约的新人王冠军大奖 记得赶快来参赛 东森新闻叶红志乔金科 在旧金山的